可是这并不是真正的降雨 而且现在落下来的水滴里面 因为融合了瘴气 所以水里面是有毒的 虽然对人体的伤害不大 但是临久了 会让人感觉到麻痹的 叶浩玄说着 把雨衣给撑开 穿上了雨衣 大家穿上雨衣吧 尽量不要让这雨水落到皮肤上 不然的话会对身体不好的 众人一言 把自己的雨衣取出来穿上 继续在雨中穿起 他们的背包里面 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必备品 小小的战术背包里面 装的东西却很多 雨衣只是叠成很小的一团 只要一抖就会散开 而且防潮隔雨 最适合这种雨林中行走 突然 叶浩玄停住了脚步 他右手一伸 事已停下 看到叶浩玄市井 众人便停了下来 警惕地看着四周 叶 发生什么事情了 里根有些不解地 看着叶浩玄 我感觉到 前面似乎有些东西 叶浩玄皱着眉头的 但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也有些说不准确 总之大家小心就是了 啊 为什么我没有感觉到 里根有些吃惊地 看着叶浩玄 他是一名很强大的 精神管控者 一般来说 前面有什么情况 他都能及时地感应到的 可是这一次他的意识里 没有一点情况 但是叶浩玄已经做出了反应 这让他有些不相信 他认为叶浩玄一定是弄错了 是的 前面有情况 李延欣也感觉到了 他皱了皱眉头到 大家小心点 说不上来前面有什么 也不知道有什么危险 就是有种不好的感觉 我先去前面探探路 爱丽丝道 去吧 小心点 叶浩玄点点头 爱丽丝的瞬间移动速度很快 甚至连自己都有所不如 所以他到前面探路 是最好不过的 爱丽丝点点头 他身形一闪 迅速地消失在眼前的 这一片雨林之中 放慢行程 叶浩玄吩咐 队伍继续向前走去 只是相对而言 速度慢下来了很多 因为他感觉前面不是很太平 至于到底是什么情况 要等爱丽丝回来了以后 探明了情况再说 片刻以后 又是嗖的一声响 爱丽丝已经回来了 但是她的脸色有些不太好 微微地有些发白 而且她露出了一丝惊恐的神色 爱丽丝 前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李根问道 我看你的脸色不是太好看 是不是在前面 遇到生着脚的蛇了 又或者说是 你们女孩子害怕的那些 软体动物 不 不是 爱丽丝摇摇头 她看向夜号悬导 你应该去前面看看 前面的情况有些 有些 说到这里 爱丽丝再也说不下去了 但是从她惊恐的神色上 就能看出来 前面肯定有些不太好的遭遇 我们去看看吧 夜号悬导 她带着众人一起向前走去 顺着弯弯曲曲的小路 走了十多分钟 前方的道路有所改变 只见前方出现了一片 环状的树林 这里的树林长得很有规矩 它们围成了一个 环状的圆圈 路到这里 也就发生了变化 本来是弯曲的向前走的路 现在要向左拐 这里的路有变化了 之前我在这里的时候 是没有这片树林的 里根拿出了地图 看了看 他有些郁闷地说 看来这些年 这片树林已经做了不少的改变 这里面有东西 叶浩轩明显地感觉到了鼻端 有股腐臭的味道 他眉头微微地一惊 率先走进了这片树林里 进入了树林之后 里面的情况让他不由地大吃了一惊 只见这片圈状的树林 周边的一圈树上 都挂着一具干尸 这些尸体被一些结实的树藤吊着 这些树藤是贯穿了他们的后颈 把他们整个都穿了起来 这些干尸的表情十分的痛苦 看得出来他们临死之前 是受到了极大的折磨 而且这些尸体并不全是干尸 有几棵树上空荡荡的 并没有干尸 但是在树下 有一些已经风化了的骨头 这些骨头散落一地 很显然是从树上掉下来的 哦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些玩意儿 里根吃了一惊 他有些惊悚地看着这些干尸 一时间整个人都敢遇到不好了 是的 眼前这个环状的树林 上面挂着一树的干尸 这种情况让人感觉十分的诡异 而且再加上下雨 更是让这里有种阴森森的感觉 这也难怪刚才爱丽丝 为什么出来的时候一脸的惊恐呢 原来是这里的东西 把他吓坏了 奇怪 李延欣难难地说 这些树的长势 像是有人刻意而为的 从树的位置上看 这些树生长的规律 像是一些图案一样 但是我又认不准这些图案是属于什么图案 据我所知 华夏的道佛两家里 都没有这种树分布的图案 李延欣道 我也不知道 叶好轩摇摇头 有点像是什么阵势 但又不像 而且这些干尸挂在树上 没有任何的神秘作用 充其量只是 看着有些吓人罢了 对 我也是这种感觉 李延欣点点头 但是我觉得 事情似乎并不简单 没事的话 我们最好还是先离开这里 叶好轩点头道 走 离开这里 他的话音一落 只见刚刚走进来的路 已经消失不见了 同时一些粗大的树藤 快速地围着这个 环状的树林生长着 这些树藤的生长速度很快 片刻不到 这片环状树林的树身上 都生满了绿色的树藤 刚才的环状树林 就好像是一个围栏一样 把几个人给围到了正中间 怎么回事 爱丽丝惊呼道 看来是出不去了 叶好轩笑了笑 他回过头 看向树林的正中心处 只见正中心处 有着一棵巨大的古树 这棵树足有五六个人核抱 才能把它抱住 而且 没有人认识这棵树 到底是什么树 只是它的枝叶细长 而且身上生长着长长的藤条 这些藤条十分人性化地抖动着 就好像是一条条青色的巨蛇一样 原来是这家伙搞得贵啊 叶好轩看着这棵怪树的 我打赌 这伙一定是食肉的 哦 看出来了 李延欣也点点头道 刚才周边的树上挂着的干尸 都是他所为的 这些人 就是他的食物 这家伙从肉食中汲取能量 供自己生长 但是一时半会儿 他汲取不了这么多的能量 所以 他就把这些人风干了 给挂到树上 等他需要的时候 就把干尸给彻底地吞食掉 很高明的方法呀 和我们人类制作鱼竿以类的东西一样 叶好轩点点头 这挂在树上的干尸 原来就是他储存的粮食呀 你们还有心情研究他吃什么 我觉得我们现在 最重要的是想办法 如何比这围栏逃出去吧 李延有些心惊地看着 四周缠得结结实实的树藤 别急 看看这货有多大的杀伤力 叶好轩 向着怪树走了几步 然后对着怪树 竖了一根中指 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家伙前方两条比较粗大的树藤 一眼微微地晃动着 然后立在了叶好轩的跟前 同样对着叶好轩竖起了一根中指 难怪呀 叶好轩收回了首当 他之所以会用这种方法储存食物 原来都是从这些人的身上得到的 他杀死了这些人 然后又在这些人的脑子里面 得到了他们生存的知识 真是个奇怪的家伙 他居然有人的思想 是啊 你看他刚才那粗鲁的首饰 比得多穿神 李延欣也笑了 这跟我们华夏的一个成语一样 就叫做幕后而冠 叶好轩哈哈大笑 想模仿人 但至少你得有人的形态吧 一棵树也会有这么轻武器的想法 是这个世界太疯狂了吧 起料叶好轩的这一句调侃的话 彻底的激怒了这家伙 叶好轩的话音还没落呢 只见树根粗大的树藤骤然飞起 向着叶好轩的脚下猛地缠来 同时这家伙身上横七竖八的树藤 就好像是八爪鱼一样的 向叶好轩纠缠了过来 他身上的树藤就好像是一根机械臂一样 力道大的出奇 砰 一块被藤条扫中的巨石石血纷飞 这条绿藤就好像是一条手臂一样 向叶好轩猛地砸了过来 叶好轩右手猛地一抓 伸手抓住了这条藤条 他微微地一扯 咔嚓一声响 这条足足有手臂促的藤条 便被他硬生生地扯断了 只见一股白色的汗液突然从树藤的内部溅出 向着叶好轩的双眼溅去 叶好轩右手一挡 那白色的液体全部被他挡在了手臂外面 吃拉一声 叶好轩的手臂上出现了一层白烟 那些白色的液体对人体居然有腐蚀性 后退 叶好轩双臂一阵 一股刚风以他为中心 就好像是平地起了一阵狂风 咔嚓咔嚓 无数声细微的声音传来 片刻以后 只见那些大大小小的树藤掉落了一地 每一断开一根树藤 都会发出一股白色的液体 这玩意儿就好像是怪树的血液一样 只要沾上了一点 是足以致命的 但是叶好轩的刚风把这些东西全部挡在了外面 而那棵树断了这么多树藤 似乎也是有些疲累 他发出了一声嘶哑的尖叫 紧接着 他原本张牙舞爪的藤条 开始慢慢地回路 他似乎是感觉到了痛 想暂时地霸斗 和叶好轩等人对峙着 这货感觉到疼了吧 里根自言自语地说 我似乎能读懂他的意思 他是植物 可是他居然有感觉 我的天哪 我上一次在这里的时候 可是没有发现这个恐怖的东西啊 这个世界上 有好多东西都在做着改变 里根 我觉得 这片雨林在进化 你上一次来的时候 它只是初期阶段 但是这一次来 它已经进化了 比起前厉害得多了 爱丽丝导 是啊 这一次进来 我感觉很陌生 这比起我们上一次进入的时候 要厉害得多 这意味着我们这一次的旅行 也危险得多 李根意识到这个问题 他喃喃地说 叶好轩 你没事吧 李延新和李燕看到叶好轩手臂上的伤口 都不由自主地吃了一惊 其实李延新知道对于这些伤啊 叶好轩的凤魂自身都有着自愈的能力 但是他还是忍不住关心 而李延 一向是看叶好轩不顺眼的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 为什么 叶好轩一受伤 他就好像是失去了主心骨一样 他连忙拿出了自己的背包 从里面拿出一些生机粉来 想喷在叶好轩受伤的地方 这生机粉的效果很好 这要不是太严重的伤 不管是刀伤还是烫伤 都有很好的疗效 不用了 叶好轩摇摇头 他拒绝了李延的药粉 他把手臂伸在前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片刻之后 只见他手臂上的猙獰恐怖的伤口 便缓缓地消失了 他刚刚受伤的地方 只留下了一道很浅的疤痕 过了片刻以后 就连那道浅浅的疤痕也消失不见了 叶好轩这才把袖子放了下去 李延愣了愣 他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叶好轩 说真的呀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的身体上 居然会带有自愈的能力 叶好轩对他来说 越来越神秘了 而这棵怪树被叶好轩伤了之后 他似乎陷入了狂化状态 他身上的藤条疯狂地扭动着 刚才被叶好轩钢气炸断的藤条 现在又疯狂地生长出来 一团厚重的树藤围成了一团 就好像是一团绿色的旋风一般 向着众人围了过来 小心 叶好轩喝了一声 他右手一抓 太长出现在手中 他向前猛冲 手中的太长高高抓起 然后向着疯狂的怪树一箭斩落 太长银的一声银响 换出了仗鱼的光滑 光滑所到之处 这棵树就好像是遇到了高强度的热度一样 迅速地败退着 而且怪树的身上还传来了一阵 隐约尖利的惨叫声 他似乎感觉到了疼痛 这家伙到底是动物还是植物 现在真的有些难以断定 李延新手中的冷月一闪而逝 幻化出了一抹湛蓝色的光滑 那聚成一团好像是漩涡一般的树藤 被他使尽数地斩断 他右手一收 冷月在他手中缓缓地消失 怪树的树藤再次地败退 但是败退了之后 他受损的地方 以极快的速度再次生长着 片刻不到 又长出了新的枝叶 与此同时 刚才看到树上掉着的干湿 有其中的一部分 以极快的速度消耗着 干瘪的皮肉迅速地塌陷 然后这些干湿 仅于一些残留的碎骨 骤然掉落在地上 他在消耗着这些食物 叶浩玄看着那些 迅速消失的干湿道 我们刚才对他的伤害 导致了他的体力迅速地消耗着 所以他只能用这些干湿 来补充他的能量 导致他失去的枝叶再生 太不可思议了 他居然有这么强的进化能力 李燕吃惊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说真的 这一次的任务 有些超乎他的想象之处 而这些东西真的超出了他的认知了 他看着眼前的这棵怪树 感觉到这棵树体内鲜活的生命 以及他躁动的情绪 情绪 对 他有情绪 他似乎像是一个具有高等智慧的动物一样 有着自己的情绪 这是十分可怕的 要知道 他仅仅只是一棵树罢了 但是这棵树居然能给李燕这种感觉 这真的让他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这不是进化 这是进步 叶好轩纠正道 他以那些误闯入他领地的人 那些尸体作为补给 而且他的吸引能力很强 这些人被他吸收得很干净 甚至只留下一些碎古招 这个家伙是个大魏王啊 怎么办 叶 我有种不妙的感觉 我觉得他现在似乎生气了 李根按着自己的太阳穴 他吃惊地说 天哪 他竟然能给我这种感觉 我居然能感觉得到他的生气 这 李根也是吓呆了 他是一名很强的精神管控着 他能读懂所有人或者动物的情绪 但是现在摆在他眼前的是一棵树 一棵没有任何思想 没有任何动物特征的树 可是这棵树居然能给他一种生气的感觉 这让他有些崩溃 这祸到底是树 还是一只凶猛的动物呢